关于袁宝做节育手术这件事 我看了所有的评论 内容袁宝以后能更开心 还是要带他去做手术 这啥呀 买馒头 给袁宝拿去 我就要吃这烤腌肠 吃了再说十多天了 没错 今天给袁宝就泡了 我一看也没有我的分 我还是献汤测 把火打着吧 晚上还是有些冷的 拿啥的 小馒头 然后还有旺仔小馒头 介绍了一大顿的 就是没有我的 他可能已经忘记 我还没有吃饭 我不想再过多整遍 此时出发 这是死后 袁宝 咱们出发咯 想去一遍 虽然已经在农村 租了很久 但是走夜路的时候 并不多 怕什么就来什么 竟然遇到老牛懒路 不知道这有什么寓意 然后继续出发 袁宝又吐了 这次次次做测 次次步 每一次都要吐嘎酱 然后我抓紧时间 把顺岩给他准备的 那些好刺人 拿出来 让他尽情地挑选 原本对新煮的小馒头 并不感兴趣 对象长倒是一往情深 在这里等着 等着我姐姐来给我开门 挺厉害的 行了行了 等袁宝吃饱喝足后 我们就出发了 把他送进宠物医院 让他接受狗生当中最大的考验 袁宝儿快进快进快进 快怕 没事 快怕 你怕得起强啊 怕起都没有你臭名 等一切都收拾完 把袁宝装笼子里之后 我才发现 原来我拿来的笼子这么小 然后小花姐姐说 你那个笼子太小了 换个大笼子吧 于是袁宝儿住上了别墅 但他呢 还是满脸不开心 你老子再来找你啊 今天晚上 袁宝儿就要在这里住过了 不知道他是如何想的 但是可以肯定一点 今天晚上他的遭遇 他一定会一直记住 当时的时间已经快八点半了 我也开始往家走了 此时我收到了 花姐的威胁 你看这袁宝儿在那还算挺幻 最起码呢 没一直叫唤 我还是挺欣慰的 明天一定会一切顺利 一宿啊 也没怎么睡觉 早上六点半 我就出发了 我估计呢 袁宝儿这一宿 也十分的煎熬 袁宝儿 戴一宿挺好的 袁宝儿看见我呢 没记动 估计呀 是心里恨我呢 不能喝水 一般这人就回家了啊 你怎么把衣服戳掉呢 衣服戳掉了 我刚把袁宝儿放出来 显示让他自由哄动一会儿 宠物医生呢就喊我了 喊我下去给他做体检 此时正在测袁宝儿的心跳 当时我可担心了 就怕袁宝儿不行啊 后来签了生死状 也就证明袁宝儿能够锁住 上楼之后 袁宝儿也发现事情不太对 一直没敢动 这次呢和之前不同 给袁宝儿埋完针之后 不让他动 也不让他下地 直到宠物医生 把他抱走 没啥事儿吧 有没有事儿呢 不一定 再看袁宝儿的临床反应 假如说不行呢 就会把他抱出来 半个小时后 袁宝儿手术成功出来了 浑身上下透露着呆滞 再也没有作为女战士的凶奉了 看他粗粗可怜的样子 我的性情也挺不好的 他需要打三千钓瓶 每天打两瓶 整个打针过程 可以用乖巧来形容 打完这付了860块钱 手术费 我们就出发了 袁宝儿 以由呆滞 转为成功 这一小那条 没那么多 高高传法的路 做平衡就没事了 这些多留策 今天再给你 再去打针优 你这咋算个小帮洞的呢 袁宝儿 这玩意儿掏平衡 我再给你掏好了 这谁呀 这咋的了 这钻截约狗怎么的呢 牢不来了 你还是说 那不跟你调略 嗯 你看 袁宝儿 就好在这睡吧 哦 你借我住吧 给你盖点背哦 你这个行吗 还真冷 冷 冷 袁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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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宝儿突然间改变了 袁宝儿 袁宝儿又听话 冰险的水叫水到 我有这个 这是那个什么 大针的 太不老 这两天就好了啊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他是在窗户旁边的 那指定是油缝啊 我就寻思着 给他挪一个位置 我这一挪呢 人家可到好 又回到了窗户旁边 我一看 我确实叫不过他呀 之后又给他换回去了 第二天 我每天早上五点准时放狗子呢 我起来的时候 袁宝儿已经醒了 不知道他是几点醒的 我首先呢 先让他出去上车说 他好像能听懂似的 跟着我就去了 为什么做完结语狗 都会变得特别听话呢 这是怎么个原理 小别梦最近自信信爆跑 可能是因为他参加了狗毒大作战 大家也可以去参加一下这个活动 小别梦宝儿马的身上 体验到了当老大的快感 使他那自信信爆跑 然后他开始足以挑战 他会故意惹怒钱包 然后让钱包跟他打架 别看钱包长得像似的 那也不是谁都能捏的 钱包的突然发作 给小别梦长得也是错抓不及 摆脱叔叔的钱包 慌慌张张的就走了 虽然那小别梦在钱包这里 没取得成功 但是在奥儿马这块 那可以说是都到上CEO了 这么猛小别梦 当然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之后的一段时间 小别梦一直掌握着主动权 二人马只能逆来顺受 又被抢了骨头的二位马 灰溜溜的走了 而最让小别梦自信信爆跑 是这一次 很明显的善厨也喜欢这个骨头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还没去抢 换有先天性 黄关节发育不良的小别梦 最近的腿呢 莫名其妙的好多了 可能得益于减肥成功 不但能跑了 现在呢还能站起来 跳跃能力都加强了许多 他一次又一次的 在小狗身上 在大狗身上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然后他准备 向更高的难度挑战 一看你就来 那我腰开门就来 我一准备把小孩的笼子打开 小别梦就过来 他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跟他一较高兴 我们看得很好 小别梦一直没有什么机会 而这一次呢 小别梦自己创造了个机会 他竟然自己打开了笼子 从里边出来了 给虽然吓得也都不知所措了 之后的小别梦 让小孩瞬间秒杀 他出笼了也是 气死我了 当时呢 怕小别梦被咬死 慌乱中让小孩进了我们的房间 你整不掉了 第二天 虽然呢 竹台王失利了 但是今天呢 小别梦很想找回自信 于是他又来找阿尔玛 而这一次的阿尔玛 让我挂梦向他 这就是啥呢 这就是两个不会打架的狗 让这小孩呢 早一口就咬住要害了 然后一罩之敌 而他俩呢 比比划画的 感觉上很厉害 其实呢 一点伤害也没遭吵 他俩打完架也挺有意思 总是互相看着对方 可能是怕对方透气 我觉得呢 小别梦当老大 这辈子是别想了 当老大 必须得有点老大的气质 那平白无辜 老挑事打仗 谁能服你啊